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 佐敦華峰大廈昨天早上發生了一場三級火 造成了5死40傷 到今天下午仍然有8人危殆 但是一場三級火造成相當嚴重的傷亡 保安局一哥鄧炳強昨天下午穿了黃金戰衣 和消防署長楊恩健一起去巡視火場 特首李家超連同幾位官員去醫院探望傷者 李家超表示極度難過 也指揮了各部門全力救助、調查、支援和善後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也有回應 和傳媒說對火警感覺到震驚 政府高層高度重視 公眾看得見他們高度重視 大廈六十年樓齡 又有劏房又有賓館 有小商戶 當然有很多住宅 很多單位 類似這些大廈在銅區 油尖旺和其他區都不是罕見 火災發生之後 有該區的區議員跟傳媒說 這幢大廈有100間劏房 業權分散 管理上面對很多複雜的問題 過往也收到一些街坊反映 大廈一些公共地方對放了不少的雜物 有人又隨處 棄置一些煙頭 不要這樣說 局議處2008年已經和法團發出消防安全指示 要求這個大廈提升到設合現代要求的防火和保障 包括換防火門 更加內火的物料 維封一些非緊急設施 以及提供 符合內火能力的固定槍等等 一到現在都十六年了 未有完全遵犯 大廈在2018年7月 近一點了 大概都是六年前 又收到這個屋漁處 發出這個強制驗樓的通知 至今真是五年多了 未獲津辦 民政事務總署也說 過去也都看過一些賓館 說至少有兩間的持牌賓館被發現違規 那就不讓他搞了 數回去不同的一些部門 查過這個大廈 見到就是整棟大廈的問題 都真是一羅羅 滿佈著一些安全的風險 但是解決行動呢 繼續空轉 昨天一場三級火 火警的原因 當然要 最後要調查 但是現階段 官方自己都這麼說 未發現有刑事的成份 即是說很大可能 是一場意外 一場意外 死傷的數字 都真是令人震驚難過 從事後 很多報導回大廈的一些問題 看到那些潛在的風險 管理和政府部門監管和執法等等的問題 這樣的背景之下 悲劇又不是完全意外 政府除了說 要救援慰問 表示震驚之外 是不是其實都更加需要痛還是思痛 認清市民大眾 日常生活 面對真正的 更加實在的 更加迫切的安全問題 潛在危機 其實就是這些 是不是應該更加要 早一天 得一天解決呢 早一天得一天的解決 就令到市民更加感到安全 南華風大廈斜對面 現在就叫做佐敦會 前身就正是1996年 回歸之前 一場五級大火 釀成41人死 80箱的加利大廈 現在的名字都改了 當然 當年的政府 震驚之餘 當年的 不是特首 港督 彭定康就成立了一個獨立調查 徹底檢視 舊式 商駐 樓宇 消防安全等等的一些問題 之後的政府 一再推出一些措施 包括修訂了消防條例 但是跟著看到 舊樓一再發生一些嚴重的奪命火災 近一點的了 包括2020年由馬地廣東道一同堂樓大火 當時也有一些劏房 導致了8死 超過10人 受傷 拉遠一點 加利大火 至今28年 大廈消防設備不足 沒有嚴格遵守 一些消防條例 等等的一些老問題 仍然是老問題 仍然是老問題 華風大火 公眾對一些消防員 附近一些地盤的工人 普通的一些市民 出力救援 感覺到社會 仍然充滿著一些的正能量 但是對社會不斷地發展 一些城市的老問題 一直仍然是老問題 沒有變過 不幸的事件 一鐘接著一鐘 過一段時間 又爆一單出來 又會感覺到 相當之沮喪 洩氣 政府現在天天講國家安全 天天搞勝事 講勝事 一見又接一見 陸續有來 全港的運動 又剛剛新政府上任 搞清潔 到接下來又會搞 全港禮貌運動 漸漸都相當重視 由高層的一些官員 親自指揮統習 華風大廈這場火 再暴露了一些消防 建築物安全 大廈管理 劏房 賓館 管理等等的一些問題 不少的問題 真的長期存在 明顯都已經是一些 涉及根本的一些問題 不是單純 是一些個別的部門 它那個執法的一些問題 長期執法不到 本身都已經是一個問題 這些正正其實就是需要 由更加高級的官員 從更加高層的層面 去根本地去看看 究竟出了些什麼問題 為什麼長期其實都搞不定呢 華風大火傷亡的情況 令人震驚 公眾對一些高官表示震驚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不會感覺到震驚 只是希望官員 知驚之餘 更加知道早一日解決 舊樓消防等等安全的一些問題 市民就可以早一日安心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支持 請繼續comment like share 拜拜